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凤凰杯 周七夕对抗弹总的第二场 第二场地图呢是TM啊 弹总依旧是随机 这盘TM他随了是亡灵啊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 周七不知道对方什么组 不知道对方什么组他肯定发DH啊 你要说什么沃等KOG这种的 万一是个奥克你怎么办 沃等打奥克吗 不可能对吧 还是万能英雄DH会比较好 那无形之中我觉得弹总 也是占到一个随机的便宜了吧 因为大家知道周七夕的DH 用的没有他的WORD那么好 那么飘逸 我们看到双方是远点位置啊 弹总左下周七夕右上 弹总弹总的UD在张地图上 我记得WCG的时候对抗木嘛 第一场TM对吧 他用UD是败给了木 那场那场木好像也是DH吧 当时弹总在赛前还说啊 张地图上弹总将会用他奇葩打法来战胜木啊 结果没有能够战胜之后呢 改用足足了 连下了两盘 我记得是 张地图打暗夜 我记得母很喜欢买个飞艇 熊过去空头 王林的矿盖子 这招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王林矿盖子我们看一下950的血 和暗夜的矿盖子其实差不多的 很好先翻 特别是你熊猫这种 这种英雄空头下来的话 再加上吼叫 这宽盖子 血量立马见底啊 修都不敢修 我们看一下周西西这边 要连这个大点 也是不走寻舱路对吧 你坐在这儿的话 弹总探一圈肯定是能够探到的 但总家里拉两只狗出来 是想干嘛呢 他想对练 这边西西是拉了三个小精灵 我觉得应该先练这个巨模吧 先练胖子 胖子不厉害 哎 一巴掌拍这里胖子 单总一击点的光环 对练及 看一下这边的道具吧 力量输 这边是一个法师长包加6 太惨了 我们这手是最不需要智商的 来我们看一下 1k这边拿的是贵族远环 周西差不多要升了 好的第一时间点下了本 我们看一下弹总 1k这边这边是比较好 这边是一个攻击之爪 加6 这玩意儿 它有可能是想给自己2发熊猫吧 还真可以留 但总这边也是潘本啊 我们看一下 1k再给自己2k再给你 现在的节奏弹总会不会进行一波rush 升本之后 黄雪狗继续的伐木 然后健康的狗子拉出来 又补充了一根骷髅棒 现在去抓对方 看一下弹总这波小狗的威杀 给不给力 遇到了 见面就是射了一下 白色的 光线还是液体 咱们就不说了 这边追砍 AC妹子让我们看到这个DK砍AC的同时 狗子一直是在阻挠DH 你敢上来我就帮你 这个很亮 这很亮 隔开了有没有 继续点AC 然后看到这边狗子抓到一颗正在这个行走的野生比亚 一发C漂亮 说到对方两个AC了 而且比亚也要爆 能这样的话直接造成少了比亚 也没办法练架 前面AC都死光了 二英雄怎么练 单练吗 现在周西西在追对方的一只小狗 然后弹总现在练周西门口533 这周西练不了极了 阿云出来一般都是靠比亚 靠AC 继续一登场就刷出一个两枝的熊猫 反正现在做不到了 周西西是不断调整自己的走位 想绕过DK去砍这两个黄雪狗 因为DK现在也是没有奶了 但是家里又拉了一拨狗出来 现在狗子数量可以没了 你敢来 哎哎 没围住 熊猫登场 马上把这里家里又换给熊猫 紧接着又是 维莎 哎又没围住 这 围 好了终于围住了 爆 破口出来了 好地 干脆就不要围了 太少了 蛋 蛋总 蛋总这个分场做的有点慢 然后看一下DH 幸好没来 这熊猫和DH两个人干啥去 然后看到这边是发的那加 那加加DK 两人过来 英雄PK 点那加 不要点DK 然后这波狗杀了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知识古术 这样子都是要否一次 现在 DH 没有继续追那加 回来 接狗 狗子调整位置 这 你看吧 人就拆了你进去 还能跑 跑狼奇 跑狗 这个可以接一下 那加冰剑点柱 追不上了 四只红血狗 有一只血量 稍微多一点 相对多一点的 还想进行卡位 掩护前面几个 好的 切掉一直继续追 继续追 这几个肯定要追 不追的话 三本一波狂狗过来 还是很凶的 还风散 漂亮 刚才是朝三个方向一起逃 大难临头各自飞 有没有 对吧 其实是战略性的 对吧 刚才那个太盼了 如果一起朝一个方向 跑了好 估计会挂个挂光吧 有可能 但我们是追那么久 熊猫也是被打肿了 而且知识古书看样子要被切死 哎 哪家挂掉 好的 DK继续输出 退不退 就问你退不退 退 啊 好 周兮兮 三本要好了 到现在呢 一只鹿和一只熊都没有 还是二英雄 弹总现在转蜘蛛 就是一波狗碑 这场我不想吐槽弹总的围杀 绝对和我有的一拼 从这到尾就没围到过 但是说 哼 我不炫微杀好吗 还用战术去拧压对手 周兮兮的周兮兮打亡灵 其实挺强的 我非常想看周兮兮用 我等打弹总的 打弹总流点 因为周兮兮的曾经WC的时候 2比0过TED 而且是把TED打的一点 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种 迪欲用的 打亡灵用的比较好的是尼克 尼克万年迪欲 但总是有球了 然后把爪子给娜家 狂狗加血车猎去 这波链接要被抓了 我们看一下周兮到现在还是两个英雄 太惨了 刚才两个知识古术坐在这的时候被否了吗 然后坐在这的时候又被否了一次 否了三次应该是 但是现在有点虚 幸好对方没小鹿 对 爪子这个东西呢 还是给猎取的好 哪个英雄带斧球 加弓的就给哪个英雄 这 逗逼熊猫啊 搞了半天还是一击 弄掉 好的 就伤害不够一口火 喷是碰到了 但是 哎呀 过来喷一口自己挂掉了 倒是 呼噜卡为弄吧 然后看一下 熊 熊没有蓝 爹却继续跑 很悬 我说弹总现在去一波是不是周西这边就要挂了 因为他的熊猫还是一击 群骨都不需要 哎 这边弹总他狂狗不是生好了吗 对啊 应该应该拉过去了 要干了 周西是熊练机 然后啊 刚才中间的一只熊看到对方大部队来了 这波不能打 没有小鹿 不能打 这是亡灵的一个强势爆发的时间点 现在我们的手呢 用他飘逸的走位去耗亡灵三英雄的蓝 套着这个金光附体啊 上来一下一下抽 但是拿到吼叫 可以有 这熊猫已经登场很久很久了 还是一击 现在如果有一只三级熊猫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去压亡灵炼极了 亡灵想炼哪 暗夜抓到的话都会很难受啊 至少你前期做的这些狗啊 在熊猫面前的话 死的是很快很快的 两口火基本上被全部就挂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周西西啊 是要防这一波了 天点猎手大厅就是想的什么呢 你大厅刚才看到 月景之寸已经升好了 毁灭飞起来 看一下这波 点迭血 但迭血套了凡老环童 又是这个飘来飘去的走位 抽一下继续套凡老环童好的 灵活的这个身材对吧 穿插在步履之中 吸掉 哎这这口是没怎么吸到吗 好了吸掉 接着追 接着追 交弹总 下次打个不要选 方林对吧 随机你也别随到方林 随到你就惨 好了 周西现在部队成型了 赶紧练一下 练这里 双帮 但总这边爆了人口58了 然后周西西还是50 但总想出冰龙 因为刚才飘起了一只毁灭 来练这个大点 让周西这边 我去吃熊猫 砸一下 可能会出事 打到什么腰带 见面就是 NC冰龙剑 点一轮 半许 都不敢露面 但总这个细节真是好呀 毁灭当影子用 哎 你不要了吗 这个 摆建筑摆建筑 快快 熊猫终于到三了呀 但你熊猫到三这边 DK四级 而且这两个家伙马上就双三了 法师长包加六 这张地图案也一定要开矿的 不开矿机器的 而且最好是那种能够乱矿的局 对吧 你开完矿之后去跑一波 优势大了就乱矿 猪细细现在不知道 阴影的存在 让看一下蛋总也没有继续的练这个点 因为他影子跟到对方冲过来了 练的话前后夹击很难受 看一下这是冰龙吧 冰龙登场是可以打这波的 因为蛋总是报了人口的 哎 周西你要忍住啊 如果说你练这个点的话 这TP是肯定要交了 没忍住 没忍住练了啊 抓过来 冰龙在哪里 来了 走走走啊 千万不能出现破绽 那这波呢 现在看冰龙没来吧 所以说周西先上 看其实冰龙在后面啊 来了 好的 喷一口往后拉 太亮了 这个操作 喷一口 你急急火我就往后拉 我们看这个冰龙用的还是很骚的 去东喷一口西喷一口的感觉 就有点像 哎 这熊倒的有点多啊 就有点像那个冰塔 冰塔一根控两个单位的感觉 有没有 刚才是看出蛋总在操作冰龙的时候也是别出心裁的 周西前期已经亏成马了 装备上还不错 能量垂次加上法则长炮加6 然后我们的手又有个魔抗腰带 然后自己的风矿我们来看一下 风矿也马上就要好了 这张地图暗夜要做风矿一定要升七房 你不升七房两个炸弹的事情就 对啊 我们看一下蛋总现在发现对方风矿了 是不是要买炸弹人了 缺木材 炸弹人是100木 蛋总现在181亩 这两个够了 够了200木买不买 好的两个炸弹刷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风矿是两房 那两个炸弹来就没有了 注意前后的这个间隔啊 对拉开一点一起上走 蹦蹦两下的事情就解决掉了 一下还剩631点血啊爆了 我们看到这边 猎去的装备也是很神装啊 鞋子攻击之爪加6然后两个法师长袍猎去攻击力加29 然后那家身上又有沉默权 抵抗黑暗之球加上大魔 我们看一下西西这边又打到一个阿里亚之敌 现在疯狂做不起来了 赶紧生下七房啊少年 你要开矿的啊肯定要开了 然后现在木材也缺 七房生不了 基地也摆不下 这波我们看一下蛋总是不是要去干了 买张tp 正常进度来讲现在熊猫可能有五级了 熊猫长期停留在一级 导致他现在等级非常不给力 好这波tp被骗了 而且这 这边我记得是有个类似大厅的嘛 类似大厅被点掉了 暗夜69人口蛋总66人口 干不干 单矿打单矿 但总现在爆胖子 哎 我觉得可以打真的可以打 这个这里不是还有点紧水了吗 而且天马上就要黑了 天黑了 你跟他拼啊 保存回去喝紧水再重新杀出来啊 因为我们看到周西斯上是有单传的保存单传都能用 干呀 我觉得就是干了 当总这个思路也是比较奇怪了 一般都是出个两只冰龙对吧 它是一条冰龙就够了 然后胖子 蜘蛛数量具备之后 全部抱胖子 这被小鹿扎得非常难受 外围的知识古术要被拆了 上 真的可以上 月景之春生好 这么多月景 怕啥呀 稳一点就是熊猫上去 慢慢的火呀 一口一口 好 我们看一下周西 在左上位置大点又拖了矿 他也是比较谨慎吧 毕竟随即 毕竟是决赛 这终于是把硬赢干掉了 这一口减速了四只熊 最主要是他的减速效果 还挺久的 有没有 这一口减速那么久 点击一下 操作黑腾的网 熊猫酒火跟上 这冰龙用的真是烧啊 往后拉 周西现在也不敢轻易的吼叫 然后大家看到他的小鹿啊 很难歧视到这只冰龙吧 前排 站走的胖子 胖子要倒好多 这几只胖子 哎 这边熊猫被秒了 居然 DH DH 雪瓶刻下 雪瓶刻下快 好这边好多精髓 好多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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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活了下来 我看一下 这是冰龙居然还活着 DK奶冰龙 奶冰龙 过去一发 两个熊都怪的了 奶冰龙 太大蓝了 刚才应该奶真的应该奶 5G 5GDK没有奶 我们看一下 剩下的这群小鹿将上单 DH打不打得过 又来一只熊套犯了犯虫 然后这边这么多井水都喝干了 天呐这要被秒杀 哎 5G的DH也是挂掉了 那最后蛋总也是赢了 这盘 蛋总的优异也是不容小看的 好的 恭喜蛋总决赛的时候 两盘随机 干净利索的拿下了周西西 我们下期再见